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呢 有的是经历 有的是好奇心 可就是这样一位乐观的女人 她的婚姻生活呢 却并不幸福 时间回到1983年 丈夫呢 突然患脑血栓 不能行走 到那以后呢 她在抚养两个女儿的同时 还得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 邱大姐笑着说 自打丈夫生病以来呢 自己呢 就像又多了一个孩子 因为丈夫生病呢 行走不便 她走到哪里呢 就得把丈夫带到哪里 而这一照顾啊 就是30年 直到2013年 丈夫永远离开了她 周围的朋友呢 劝大姐说 这对于她来说呢 也是一种解脱 可求大姐却说 自己照顾丈夫的时候呢 没感觉有多苦 也没有什么怨言 有的就只是那一份责任和亲情 听完大姐的话呀 我真是既感动又心疼疼 那么这么好的一个大姐 她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伴呢 咱们一起看看吧 周围桂芳阿姨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生意红伙吧 还可以吧 乡亲主角 周围桂芳 68岁 老嫁黑龙江 现居长春 做熟食生意 黑龙江省一春市酱菜厂退休 退休金2600元 丧吼 有住房 两个女儿已婚 哎呀 这么多大姑 看 就是嘛 你说做完了方这块不也三番热吗 我这空调打了这样才凉快来 这是忙啥呢 这是 这是我家员工 员工 员工 来这干十多年了 这么六年了 她孩子上幼儿园前 她就上我家来 孩子上大 价器上大二了 那二了 你说干多少年了吗 不是 那你这店开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之前从黑龙江岛来这吧 对 那那个时候是怎么选在这儿的呢 什么 那时候吧 我单位吧就是解体了 后来因为我这儿来得早 她先来干这个 我们家就有这个房 完了之后呢 我就领着孩子带着她爸 她爸爸那时候有病 完了就上这儿来就干这个 脑血酸 糖尿病 然后你们一起在这儿坐的吗 对呀 那她当时能帮你忙吗 她都不能走 她能帮忙吗 那你 她知道 那个是 因为我们这员工都非常了解 那有时候她给 扶着墙 后期 就得搞出外边就 搞出背 摇 来买买了 我家去吃 来几花 你家今天这是有啥活动吗 有活动 有活动 要不你先去忙 你找他找他客人 没事 没事 小一点肉多行吗 行 这是一家人啊 对对对 好像是一家人 经常是她家店的食物吗 对 二十 来晚就没了 来晚就没了 我家店是一片一了 就这个骨头都买 好几次都买没了 这么火 这是赶早来买的吗 阿姨每天都这么忙 对对对 这么忙也开心呢 挣不挣钱就是特别开心 这万一吧 你说你挣大钱也重要 就是能维持生活 自己挺自由的 完了你自己做的观众 这顾客都挺喜欢的 你不是也感觉挺的啥吗 主要大家也认可 对对对 三十七 三十 一三十年次 等于一百年次 还有什么 给一百 一百一千 谢谢 好 谢谢 你给我四块钱 谢谢了 慢走啊 慢走 拜拜 咱们不是先人家做大买卖 说怎么讲 咱这小买卖 不是说咱就为了钱 挣得多个多 增增地 就是你做出的东西 大伙都认可 天天都不够卖 你这心情就 你像我这年龄 那的研头奔七十了 你就活着 觉得心情非常舒畅 自己精神有支柱似的 我就是这感觉 精神追求的 对 二十一年前 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 球贵方举余家来到长春 凭着自己在酱菜场学到的手艺 盘下了这家小店 二十多年的风雨劳顿 如今球贵方的熟食店 已经广受认可 虽然吃过很多苦 但球贵方认为 家人的陪伴 才是他能够坚持的最大动力 三十八年代就得那续酸了 一开始还可以 后来就逐步逐步的 就是越犯越严重 越犯越严重 后来导致的就不能走了 家里吧 也没说是 说是顶囊柱倒了 说家就垮了 我也没那感觉 但是我该干啥还干啥 就是说 至于说他有病 上哪去 我就上哪都领了他 上下车我就背着他 那你为啥要带他 那放不下 你往哪扔他 他得这病之后 他也离不开我 我也搞得哪都不放心 这是说真的 这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哥你跟前把你气口呛 你搁着别人谁跟前 你都不放心 你把生病时的爱人 比作是孩子 那当然是的 人时间长了 虽然是夫妻值钱 你没有那种爱情 你还有亲情 那我后爱人 我觉得后期 现在回忆回忆 那就是亲情 其实你看我性格挺像男人 其实我心里挺细腻的 你就像伺候小孩 他稍稍有一点变化 我马上我就知道 我都多都不等他犯病 干啥上医院 我稍稍就瞅他观察他 有一点吃饭 或干啥 有一点差异 我马上就住院 邱鬼方说 丈夫卧床不起 他对家庭的责任 也更加金具 在抚养两个女儿的同时 他还需要照顾 丈夫的生活起居 虽然那时很难 但是他并没有觉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不断向生活中的磨难 发起挑战 2013年 丈夫去世了 虽然他觉得 似乎心里多了一点轻松 但很快 他便开始陷入 对丈夫的思念 你就说他病历 磨的我这么多年 可能是磨的我 他在世前 我感觉心里头累啊 怎么的啥的 等他没有了 我也没感觉说轻松 我也没感觉说累 我觉得我还是那样 要有时候跟他说 我说我可能是成熟的晚 人家到这个年龄段了 都该像老太太 是该享受了 怎么的 我没有那感觉呀 现在我感觉 我像五十多岁 六十多岁 我就是那熟的人 我一点不感觉 我说年纪大了 干点啥累啊 咋咋地呀 我没有那感觉 其实你的干劲 是特别足的 就现在我也不服输 虽然说是心有力不足了 但是我这心还是不服输 觉得谁整什么 我都有点信不着 我有点看不光 我就心我都自己能干 我自己看的 我说一聊起来 以前这不也挺心酸的吗 人就这一生 坦坦坦坦坦也好 是薄薄辙辙也好 那毕竟都是过来的 所以说吧 我不往后看 我不看 过去就是过去 我就是看今后 今后能幸福 就比什么都强 我们说外人去世 也就两年到三年之间 那个时间 他们别人也给我介绍 有六七个 那时候吧 现在回想回想 错过不少好机会 那个时候就是 你看任何一个人 看完拉倒不走心 就走不到心里 现在想找个什么样的 我想找一个 就是阳光一点的 有点朝气一点 别像那个 有的人到这个年龄了 就觉得是自己老了 什么什么都不行了 我不喜欢那样的 就是出去俩人哈 一出外边 别人瞅着 哎呀 这这这这老得动到戏弯了 别是那个感觉 得有经济神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感觉我应该是应该到 就是最不行的时候 我可能到那时候 能备住没有经济神 就是不得我 好像我这经济神 不能 叔 坐了多少时间去到这了 坐了一个小时 就到长城了 一同这个不算太严 相亲对象孙平 一同满足自治县人 68岁 两段婚姻 两次离异 县果树厂退休 退休金2900元 有住房 一个儿子已婚 想找一个有眼缘 形象好的伴 共度晚年 这阿姨家 哦 她家是一楼 嗯 走上她家里看看去是吧 走吧 看看阿姨的买卖 求阿姨啊 哎 忙着呢吗 哎 哎 这是我给你介绍的叔叔 啊 孙平叔叔 求贵方阿姨 嗯 啊 你好 你好 啊 姓球 姓球 那你给叔叔介绍 介绍你家那些吃的产品 这是啥 脊骨 哦 脊骨 猪的大量骨 脖子 啊 蟹的 嗯 来 来 小哥 谢谢啊 阿姨说了 吃完这还有别的 我就不吃了 挺好 香吗 香 香啊 咸淡 挺有咸淡 这味道特别独特啊 嗯 你爱吃这些酱骨吗 嗯 还行 还行 我实际我不挑 不挑食 我啥都吃 啊 那 我这个 赵坑好烧 啥都行 嘿嘿 那就好呗 我已经笑了 说你就我这些 你就看着吃啊 是 我这种看 好吃一样 不卖美好一样 啊 嗯 我一做点豆 要不就跟不上 啊 还在加工 加工点 叔叔这个阿姨的这个满子咱也见了了是吧 要不咱们出去上阿姨家附近的公园咱们聊聊 可以 可以啊 那咱们走吧 那走吧 走吧 我家出了门口就是 平时有没有时间来 来来留的 偶尔的也来 也来啊 但是不能说天天来 有时候早晨起了早了 甚至断了一会儿 唱唱歌 唱歌现在我早的不好 叔叔是不是经常那个来工园 那经常经常上公园 那叔叔是来工园唱歌吗 对 他爱唱歌 唱歌 唱歌 唱得还好是吧 是吗 哎一般吧 嗯 别语气 现在啊 就这一个爱好啊 打麻将的什么 不会 不认识 跳舞呢 跳舞 我很欣赏 但是不咋会 嗯 不准跳吧 不准跳 挺欣赏 这有凉亭 啊 小凉亭子好几个呢 好几个呢 嗯 在这坐一会儿吧 行 还有点小雨 行行 叔叔你坐这吧 嗯 嗯 坐这儿落了 小后时间介绍一下 嗯 你先说吧 啊 我姓裘 就是仇恨那个仇 多音字不是什么 莉儿九字那个 我叫裘贵方 嗯 嗯 年龄 啊 我是68岁 叔妈的 我不是我叔舌的 同岁 你也叔舌的 就是刚一开始见面 给人的感觉 是一般 什么样你觉得一般 就是长相了 嗯 各方面了 你说年龄还同岁 挺黑的 嗯 长得一般人 你是黎一师嫂 黎 现在跟 现在还跟 现在他们还过 我儿六岁离婚 我这个离婚 这个第一个 今年他属猴的 今年是66吧 比我小三岁 嗯 他来一个单位的 这个男的 开车的 他就啥呢 乡中哪个女的 瞅你有眼缘好看 就千方百亿 能把你感情俘虏 就能把你整到手 当时就是这种情况 那你再没组成家庭吗 组成了 也组家庭了 第二个过 十七年多 十七年半 晚了也没走到底 也分手了 18年离婚 第二个 今年也四年了 那怎么都过十多年了 怎么还最后还 年头都舒服 都老了 是不是 18年离婚的女的 她今年才59 年龄小 熟兔的 比我小十岁 其实蛇盘兔 越过越富 不有这话吗 有这说的吗 那富了吗 眼睛富了 眼睛富了 还不愿意你 她愿意跟我俩白头到老 那怎么还得了 我提出来的 伤了她离婚 给她手续 为什么呢 第一条出轨 啊 她出轨啊 出轨 那出轨那就是 什么都不能远的 那这就不用说了 这是一条 那还有第二条 第二条 球前那个存款折 球前的折 我没摸着过啥呀 没看着过 开一回支 给我100块钱 零花的 啥零花 我办伙事 我不花 我没有花小 我又不抽烟不喝酒 我花啥呀 就这张嘴 吃口饭 我还不馋 这100块钱 我捡大豆腐了 到南就是人家超市 我那个大型超市 就买下架的水果蔬菜 一块钱一斤 不是客商的隔壶味的 就买那儿 反正挑 买回去东西能吃十天 这100块钱 过四天以后 他都说没钱了 我是没了 再给100 再给100 这200块钱这个月 生活费够了 就办伙事了我 我不胡花呀 我也不打麻将 我也不啥 我也不抽烟不喝酒 所以说 验识我的人 都说 你跟他过有啥意思 你过到死 永远是个穷猛的 怎么就拉不住这个 这个人的心呢 这怎么两个都出轨呢 孙平曾经有过两段婚姻 虽然平时他对自己很节省 但是对于妻子 他甘心拿出自己的全部 但是即便如此 他也没能留住妻子的心 最终都离他而去 而这也让求贵方非常不解 为何他一心一意为家付出 却屡屡遭遇这种境遇 也许是好看吧 长得好看 家住人哪里诱惑呀 给钱 给 买疯狂自行车了 第一个 你这都做不到啊 人家能做到 我们俩有一台 我那家工资三四块钱 给姑娘上班 那家人大解放承包了 乘车拉卖夫了 往他妈家拉 喂猪 养活猪 大卖夫那饲料是最好的 喂猪 那不是我的事儿 就是眼睛下功夫了 而且你媳妇长得好看 那第二个一般离婚呢 大哥漂亮白 但他们做的都不够 做的都不够啊 够我能跟他们分手离婚呢 都出轨 钱茬把得还那么紧 开一回只跟他们说 200块钱分两个给我 我还办伙食 那你说是不是有点太 太可靠了或者太傻了 过分了 再好再优秀 就长得像我姑娘似的 我也不欣赏 那你为啥当时愿意找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那你这怎么 我怎么说呢 我也不好意思 头次见面 我这人好像太实在了 愿意说大实话 其实人嘛也没必要那样 就是说你找个 虽然年龄小点漂亮点的 你也不至于那样啊 那你就是那样 最后人家不还是出轨吗 你也没挽留回人家的心呢 这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人嘛 俩人在一起生活 主要是心能互相的能 能融洽在一起 就你想着我 我想着你 唯独我要做啥事 我得先想想 你能不能接受 我能不能对得起你 我们说我家老头 我病了二十多年 我稍稍有点变化 我马上就上院 一般人都不注意 要大伙说 你既像个男人 你又像个细腻的小女人 我就是这样 我也不能说自己自夸 说是谁找我就很好 但是我吧就觉得 我不管我和任何人牵手 只要我认准了 我和他牵手了 那我就觉得有个责任 有责任心 不能说今天我和你过 我这样 明天我和你过 就那样了 我觉得我好像做不到那点 刚才她这句话 像男人说的行 要不有时候 有担当有责任 作为一个女人 那你就不是你女人咋的 女人你就嫁给你 你就随便我愿意 应一而为 我愿意咋的咋的 那也不是那样的 虽然这个年岁到一起 那你说你去骑马的 你的人格还在吧 你的名誉还在吧 我就是这样 要不他们有的说 哎呀现在这个老太太 那个你找都过不几天 完了过够了就走了 哎呀我就有时候纳闷了 你有没有子女 你有没有亲属 你有没有同事 你这人家做人就能这样的 我有时候都不理解 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一个好人 也不能那么说 这是我觉得 我自己感觉 自己认为 给你炸 哎呀 是是正经国家人 有色列心 有责任心的女人 所以这个挺认可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早有这样的也可 过家后半生 也值得托付 值得考虑 我也 那个多少有点介意 像你才说 问我这个情况 你介意在哪 介意就是说 现在他这种状态 我也想找一个二人四戒 啥事没有的 两人一天就开一个信心 快乐乐每一天 度过晚年余生 嗯 挣钱挣多些多 没用 没用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真要能走到一起的话 你这个买卖还想继续做下去吗 可以出租呗或转样呗 你说他这么严重奔70年没 剩几个月了 那就还用这么去奔波 这么去奶泪 缺钱吗 还是咋的呢 还是 我也不缺钱 嗯 我也不是说肥得干这个 我就是我的意愿就是咋的 等我找了老伴之后 找了这个这一伴 我再商量 现在为啥我在这个店干 我那个小女儿的哈尔滨陪孩子 陪毒 我等她回来她接手了 我就退出了 因为我开这个店 我就是跟我女儿俩干的 现在干这个 我也不觉得吃力 我也不觉得我干不动 我这边这个人嘛 我心态好 我虽然我年龄到了 但我这个心态没到这个年龄段 你就说是干点啥呀 或者跑跑颠颠呢 我这人嘛就是待不住的人 嗯 我有点事业干 我就觉得我生活 有点乐趣 充实 我生活充实一点 我一天在那乐乐呵呵 接触点顾客 高高兴兴的一天过去了 我就是让我呆着说 你就在家居家在家呆着 我不是居家的人 那倒是 我呆不了 我也是在家待不住 我去上公园唱歌啥 弹琴啥的 其实心情都是好的 我也理解 就是任何人不让我操劳 我都理解 因为我的性格不是那样 我觉得这样我愉快呀 我觉得我这让我心情高兴 我天天我这样我多好啊 我但是的是 我要找着另一半 所以你也不需要你那样 那我有可能我就放手了 多数在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平时都是休闲养生 逛公公园溜溜溜弯 但是求贵方不同 他喜欢在店里忙活 喜欢充实的生活 但是他也说了 虽然很喜欢 也不是一定要坚持 找到了合适的伴 就可以放下工作 一养天年 这关键中的关键 就是看找的这个人 和自己合不合拍 那假如说就我这个心情 我和你牵手了 我就我没有别的爱好 就愿穿点好的 我爱出去旅旅游 你没有钱能做到吗 那就时刻而止 这关键有多大的能 那人的追求 不都是想着高质量的生活 我因为不见得那个 就是怎么开心快乐 我钱都扬道上了 而且是招罪去了 我因为招罪去了 你不爱旅游 我不爱旅游 那咱俩真想法 都把新的住个大火和山 那电视上都看着了 我以前头二十年前 我就上北京去旅游 那个年代是啥样 你现在你再看看 这个年代啥样 你哥现在旅游点 过去咱那出去 就看看这什么高楼大厦了 上各个商场了 你现在你看哥旅游点 你上个国内国外 你再转一转你再看一看 那不一样 你还开口开口眼界 你出去享受销售 我真不喜欢 我就因为两千多块钱 一个生活费 我自己五百都够了 还能攒一下一千多 两千来的 是不是 那你现在攒多少了 你说我听的 我一八年分手以后 攒一下也就一两万块钱 那你说你不还是吗 结结生生的 那 你就这么多年 你就攒那两千 那我攒一个 那我可能是用不上几个肉 就这么一千块 那我攒一个好身体 我攒一个好身板 你攒一下一万 就是说啥是财富啊 那不都那么说吗 是 健康是财富 健康是最大财富 那你有说你 你说你折腾腾的 挺辛苦的事业 事业奔波我攒多钱 最后累垮了身体 或者是累出病了 哪多哪少啊 我应可我自己受点苦 受点累有症了 我愿意穿啥穿啥 我愿意吃啥吃啥 我自己愿意咋享受咋享受 就是咱俩这个人生观点就不一样了 咱俩现在就出现 出现分歧了 它像是属于事业 事业型的 它身里做买卖啊 有买卖在 我现在呢就是每天开心快乐的 都不一样 想的追求它都不一样 嗯 衣服我这 就这双鞋是上个月买的 花十多块钱 算花钱买 一件衣服不买 一件裤也不买 这裤是 这裤是我上大和尚团 我们大和尚团男的发的 白衬衫黑裤了 还发个领带 而且这裤子也不贵 但是那钱交五十块钱押金呢 裤衣服帽子都是给的 我老兄的媳妇给我撒了 我俩的观念不一样 对 那人活着为了啥呀 那穿件衣服都穿别人给的 自己都收不得买 那穿上鞋穿十块钱的 我可能愣的 我这不是在这时候夸夸罪 那你说自己出点理有啥不好的 自己挣点钱自己花 我也不是偷 我也不是摸 我也不做违法的事 那我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这人和别人想法不一样 你看眼睛应可那样 你愿意待着 说是待着就是享受 我觉得高兴是享受 而不是说你做着什么也不动 俩都有工资两三千来块 你说还用那么拼拼拨挣吗 那你对你那么多钱 然后你对自己这么接约 你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 我挺 我调整啥 我挺好的嘛 非得穿 天天买新衣服穿啊 有用啊 这么大收入了 可以吃好大于大于 对身体有害 求贵方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而孙平在生活上就却很节俭 按理说这些生活习惯都不是事 但话又说回来呢 两个人要想融洽的相处肯定要不掉一致 但是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但是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还能走到一起去吗 我俩真牵手了 我俩就得掉个儿了 你俩不正好他护补你 其实吧 说心理科 你看刚才 像他刚才 有点像错 像错 错怪我了 就是说他不适合我了 我想找年轻漂亮的 年岁小的 其实我还不是那样 因为这么大年龄呢 要说丑人呢 行呢 多方位的考虑 我呢 就是说 我还挺认同 认同吧 可以认同 因为刚才我问了 身体素质好 而且呢 很有责任心 像男人担当 是这样 所以我也就不介意年龄了 找岁小的了 差几岁的了 我的态度就是这样 他是他的态度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说这个权力呢 我现在就交给你了 你决定 这个我不能马上下断言 我再考虑考虑 你给我时间考虑考虑 因为吧 我不介意你叔叔的别的事 因为他有两段婚姻 我挺介意的 另外他刚才说 这么多人给他接受吗 他还想找年龄小的 漂亮的 我心里有点介意 我也不能马上下断言 是不是啊 你考虑考虑 我也觉得说的 这样我也能接受你 那我俩就练一练一练 我回去我再深思的想 邱大姐照顾瘫痪了 丈夫三十多年 虽然毫无怨言 却也缺少了爱情的滋润 以及来自于丈夫的安全感 所以再次找老伴 邱大姐呢 很想找一个能让他动心 能给他丰富生活的另一半 而苏明大哥的两段婚姻呢 确实是横在两人面前的鸿沟 加上大哥的两任前妻 年纪呢都比他小着好几岁 所以邱大姐呢 就更没有了安全感 另外呢 孙大哥的精力 让他养成了谨慎平稳的性格 而邱大姐呢却恰恰相反 他喜欢挑战 嫌不住 种种区别加在一起 让两人没了信心 最后呢 孙平大哥把主动权 交到了邱大姐的手里 虽然说呀 回去考虑考虑 但是邱大姐呢 也明确表示出了自己的顾虑 咱们尽管其变吧 有好消息 一定通知大家伙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也想在晚年找个老伴 相伴到老 乡里乡前的报名电话 还有微信二文码 都给您准备好了 随时欢迎您跟我们联络 好了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你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他越入过万 有车有房 自认长相一般 却是个暖男 他想什么样 要什么样的生活 你就得满足他